游標轉不停排隊人數破萬人 虎航網站大C車 就是因為看準10月台灣解封 取消禁令日本開放自由行 虎航推出單程機票88元 讓全國搶翻天 旅行業者磨刀霍霍 民眾詢問熱度也很高 日本依舊是民眾出國首選 不過現在想去日本可沒這麼簡單 入境必備的旅遊健康保險 保障海外染疫 台灣業者沒賣 就連搭飛機也一味難求 預言貶值恐怕也難抵銷機票漲幅 國際航空票價台北東京來回 從疫情前約一萬塊錢 已經漲到1.7萬元 就連連航機票原本5000多 也暴漲到破萬塊 國門還沒開 未演心轟動 不過對解封日期10月13號 商界大佬仍有意見 迫不及待開放邊境 業者民眾萬事俱備 就等0加7正式上路 環運新聞蔡宇智白雲飛走航報導